佩奇,你到哪里去呀? 你好,瑞贝卡,我就是来找你的。 佩奇,找我干什么呀?难道你有好玩的玩具吗? 好玩的玩具没有,我们家里有好吃的,你最喜欢的? 我最喜欢的,胡萝卜吗? 对呀,对。 那我们一起到我们家里去吃胡萝卜吧,妈妈在煮胡萝卜。 好呀好呀,佩奇今天要邀请她的好朋友来我们家里吃胡萝卜。 你看,我今天挑的胡萝卜可是最嫩最嫩的,现在把它放进淀饭包煮一煮。 把洗干净的胡萝卜放进淀饭包里,盖上盖子。 稍等一下,佩奇和瑞贝卡回来的时候,胡萝卜应该就可以熟了。 妈妈妈妈妈可以开吃了吗? 你看,瑞贝卡来了。 佩奇,不要着急,瑞贝卡你好,胡萝卜马上就好,稍等一下。 我来到厨房看一看。 瑞贝卡和佩奇刚聊了一会儿天,看猪妈妈就把香喷喷的煮好的胡萝卜端着过来了。 佩奇一个,瑞贝卡一个。 佩奇,佩奇,猪妈妈煮的胡萝卜太好吃了,我忍不住想多吃几个。 瑞贝卡可以随便吃呀,这就是为你准备的。 可是,我们都把它吃完了,乔治怎么办呢? 哈哈,你忘记了,乔治根本不喜欢吃胡萝卜。 说完,大家都开心的笑。 好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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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